人呢最怕的是熟悉之后的陌生 信任之后的利用 认真之后的痛苦 和温柔之后的冷漠 要爱就真爱 要离就彻底 若即若离 人品有问题 对不对 土老师现场即兴送给男生的这段话 堪称是妙语莲珠 句句都扎在男生心里 可谓是一针见血的戳中要害 那么男生到底犯了什么错 被土老师说成人品有问题呢 原因还要从酒吧的角落里 发生的一件事说起 那天晚上为什么我们朋友说 看到你跟他在酒吧里面 躲在角落里面接吻 我们听听答案 就是喝了酒之后 其实我自己都不清楚 你问问在场的人 谁喝酒之后就跟别的女生 抱在角落里 你有女朋友你考虑过我吗 有时候应酬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你应酬也不要躲在角落里面 你跟别人接吻 还是你同事啊 你应酬什么啊 那喝谁能控制啊 没控制住的这位小伙 就是今天的男嘉宾阿杰 24岁的他风流潇洒到处沾花惹草 可以说成是移情别恋的惯犯 但不幸的是 22岁的小媳成了这个花心男人的目标 为了追求这个傻姑娘 阿杰想尽一切办法 用尽毕生所学的招数来哄骗小媳 最终小媳禁不住诱惑和这个渣男 开始了这段没有未来的恋情 结果也可想而知 两人相处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遭到男友背叛 所以小媳来到节目组向老师们求助 而男生阿杰也紧随其后想证明自己 那么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结果又会是什么样 想要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两人相识那会儿说起 当时认识的时候 各自都有男女朋友吗 对 有女朋友的时候就追她是吧 还是跟女朋友分手了 分手之后 是先见到了她突然心动 然后跟女朋友分手 是吗 是的 那时候的阿杰是一个有女朋友的人 可见到小媳后立马移情别恋 毅然决然地和女友提出了分手 之后就开始筹备着 如何追求面前的这个女孩 但不巧的是 小媳当时也是有男朋友的人 并不想和面前的这个男人 有过多的纠缠 然后那个时候 她刚开始认识我 追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她讲了 我说我已经有个男朋友了 而且那个时候 我男朋友 因为我父母都特别喜欢她 从头就是青梅竹马 然后所有人都特别看好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跟她讲了 然后她一直都很追我 那时候的小媳和男朋友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两人的感情也相当好 与此同时 父母也非常喜欢当时的那个男孩 对于这个后来者 小媳的父母坚决反对 而这一切小媳也都告知了阿姐 希望她不要破坏自己的这段感情 但这一切对于早有计谋的阿姐来说 根本就不在乎 依然按照自己的计划形式 本着一种不追到手 不罢休的态度 继续向小媳疯狂示爱 突然想吃什么 想要什么 然后她就变着发来哄我 就是想要什么 想吃什么 她就马上给我送过来 然后那个时候她毕业了 她也不知道哪有我的课表 然后我一下课 她经常就在我们课门口等我 然后就给我送花 送吃的什么 最后阿姐经过半年的穷追不舍 硬生生的把女孩 从别人手里抢过来 同样小媳也是一个不矜持的人 没能守住那份忠诚 最终抛弃了男友 和现在的阿姐走到一起 但让人不解的是 姑娘为何要抛弃青梅竹马的男友 和现在的阿姐相恋呢 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她热衷于浪漫 才导致的这种结果 我男朋友那种 不是特别懂浪漫的人 然后她就刚好是个相反的 然后就觉得 就觉得是我想要的那种 就是浪漫小惊喜特别多的那种人 正是因此 小媳被这种浪漫所吸引 与此同时也深深地陷入其中 但之后两人的恋爱之路并不顺利 因为彼此都是被怕了前任 才走到一起 所以身边的朋友 对于两人的人品有所怀疑 特别是小媳 自从和阿姐走到一起后 以前的同学和朋友都离她远去 认为她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 不但如此 就连父母也对女儿大事所望 但这一切对于一个走火入魔的人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宁可背负着众叛亲离的名义 也要和阿姐继续走下去 也就是说你为了她 就基本为这么一个男人 就众叛亲离了是吧 是的 可结果让小媳后悔不已 因为现在的男友 已经没了当初的那份激情 也没有更多的浪漫 剩下的只有冷漠和无情 和之前追自己那会儿相比 男友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她原来我每天早上一起来 就是她的信息 她的电话 然后晚上睡觉之前 也是她的信息 她的电话 就从不间断 没有多久 一点点时间开始 她电话就少了 然后变成我打电话给她 她还不接我电话 不为我信息 因为我现在工作了 你知道吗 可是你原来也是工作了 你都跑过去要来找我 过来陪我 给我各种惊喜 可是你现在呢 仅仅不到半年的时间 男友就有如此之大的变化 这让沉浸在浪漫中的 小媳一时间无法接受 可男友却以工作 唯由敷衍了事 这种不切实际的理由 小媳自然也不会相信 所以男友到底 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冷漠 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然而就在不久前 小媳在朋友那里 得知了一个 让她崩溃的消息 也正是这件事 找到了被冷落的原因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你为什么有时间 跟别的女生 发自发到朋友圈里面 你专门朋友 都以为我们俩分手了 你跟那个女孩 在处对象 你考虑过我吗 那个女同事 其实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而且我们那个也没什么 原来在两人相恋期间 出现了另一个女孩 并且在手机中发现 两人有很多亲密互动 不仅如此 在男友那 磕磕巴巴的解释中 不难看住 这里面肯定 还有更多的问题 那天晚上 为什么我们朋友说 看到你跟他 在酒吧里面 躲在角落里面接吻 我们听听答案 就喝了酒之后 其实我自己都不清楚 你问问在场的人 谁喝酒之后 就跟别的女生 抱在角落里去 你有女朋友 你考虑过我吗 有时候应酬 也是很正常的 你知道吗 有些东西没办法 你也不要坐在角落里面 你跟别人接吻 还是你同事 你应酬什么呀 那喝 谁能控制 果不其然 阿杰竟被这女友 和女同事偷星 恰巧不巧的是 这一幕被小媳的朋友发现 现如今 人赃病或证据确凿 可阿杰 却始终不承认错误 反而一直在 那用各种理由狡辩 甚至还想 以控制不住为由 来以此蒙混过关 这么不诚实的态度 听着属实 让人气愤 就连主持人 都忍不住要嘲讽她几句 你确实还爱她是吧 对 但是确实你现在 需要跟女同事 去应酬是吧 也不是说 不能用确实 那个词语吧 用哪个词比较准确 就是需要 也需要在角落里 接吻跟女同事 话说人要是犯了错 总该有些愧疚 可这家伙不但不愧疚 反而还理直气壮地 和主持人讨论起来 当然 这种不攻自破的谎言 肯定会成为 最大的笑柄 就连台下的观众 都听得捧唬大笑 心想着 还真没见过 这么无耻的家伙 然而就在此时 女孩的妈妈 也来到了现场 表明了 对眼前的这个花花公子 非常厌烦 不过妈妈是个 有素质的人 并没有当场训职的 这个喜欢吗 我不喜欢 她的前男朋友 你喜欢吗 她前男朋友 我喜欢 不喜欢她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男孩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 我们本来就喜欢 那个男孩 我们都认为 他们一代比较好 但是这个 但是我女儿 他们本来也交往了好久 但是后来她就觉得 他们一定正经吧 我女儿她嫌弃她 我也没办法 她说我一直不等你 妈妈几次提到 眼前的这个男生 都把要说的话 咽到肚里 根本不想 跟这样的人废话 只是用一句 不喜欢 就足以证明 妈妈的看法 但即便是不喜欢 又能怎么样呢 最后还是扭不过 自己的女儿 所以当妈的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希望 女儿回头试案 早日脱离胡海 但不管怎么样 女生的妈妈 既然能来到现场 对于阿杰来说 就是个绝好的机会 所以接下来看看 阿杰是怎么表现的吧 想娶这姑娘吗 想 未来的那个都来了 你不说两句吗 说呀 不是想娶吗 你那么爱她 她母亲又来了 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 阿姨该叫吧 阿姨都叫不出口 还想娶人家闺女 叫声阿姨 都能把她难为成这样 还谈什么爱呢 所以很明显 阿杰口口声声的爱 都是虚无缥缈 她根本就是在 玩弄小媳的感情 她的本性 就是那种 见一丝千 遗情别恋之人 还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谈感情呢 但话还得说回来 这样的人 也有她的优势 甜言蜜语 搞浪漫是她的强项 也正是因此 才让小媳 这个傻女孩 深陷其中 所以这种事情 让老艺术家 魏老师气愤不已 首当其冲地 先把女孩训斥一顿 你跟你的前男友 相处了这么多年 并且是父一辈子一辈的 交情和朋友 就禁不得他 对你那种小小的浪漫 宁可放弃你家里的反对 你的周围朋友 对你的反对 你毅然决然跟他好 你想想 你这是对家里 多大伤害 你更主要的 你对你的前男友 有多大伤害 魏老师的这番话 可谓是戳中了人的本性 为了追求浪漫 而重叛亲离之人 也未必好到哪去 特别是抛弃前男友的 这种行为 更是令人感到气愤 所以对于小媳 现在的状况 说句不好听的 这就是报应 再说一句 你可能接受不了 这叫报应 因为你伤的人太多了 生活当中 哪那么多浪漫呢 那是日子吗 过的是日子 过的是生活 过的是两个人的感情 不得不说 过来人对于现实生活 早就看透了一切 浪漫在爱情的字典里 只能充当点缀的效果 有句话说得好 所有的爱情 都始于浪漫 但真正的生活 要忠于平淡 虽说女孩 为了浪漫选错人这件事 让老师气愤不已 但要说到男生的行为 那就更让人怒不可遏 对于男生的所作所为 老师已经气得不行 也不想再和这样的人 多言一句 只能奉劝得好自为之 不然也会一样遭到报应 当然 这种让人愤愤不已的事情 徒累 对此也早有准备 同样也是先拿女生开刀 并且还贴心的 送他一首歌 征服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我所有的退路 我的心本是坚固 我的决定是糊涂 就这样喝下 你背叛刺起的感情 而被他征服的那一天 就决定了你 接下来所有的路 就决定了 你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 是一文不值 所以我对你的忠告是 不要败倒在鲜花和浪漫之下 爱情最珍贵的是忠诚 虽说小席是受害者 但他终究是先被怕了忠诚 才选择的下一段感情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段感情却给他带来了伤害 所以说 这是报应也好不中也罢 总而言之 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后 我相信他肯定会铭记在心 但要说到男生 徒老是反倒表现的有些气馁 觉得说的再多也都是徒老 所以最后只能即兴发挥 送他一段经典语句 自己体会去吧 所以啊 我对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送你一句话 人呢 最怕的是熟悉之后的陌生 信任之后的利用 认真之后的痛苦 和温柔之后的冷漠 要爱就真爱 要离就彻底 若即若离 人品有问题 有点 虽然话不多 但句句扎心一针见血 直接揭开了男生丑陋的本性 但此时此刻 男生却略显出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不是老师们说的那样不堪 坚信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我绝不是一个 在道德层面上 出现任何问题的年轻人 OK 再次谢谢各位老师的良言 也谢谢各位 很明显 男生的这种态度 是对老师们的一种不满 觉得把他说成这么不堪实 对他人格的一种侮辱 但老师们真的说错了吗 此时 那个还没消气的魏老爷子 再一次炸了出来 对男生的反驳表示抗议 最后用事实证明了 涂老师所说的人品问题 一点都没错 你在歌舞厅里和你的女同事 搂抱接吻 这也是道德吗 你没有女朋友 你可以 你有了你的女朋友了 你费这么大劲追到你这个女朋友了 你还背着你的女朋友跟别人接吻 你还认为你这是道德 你应该说你酒后失德 你还不承认 到底人品有没有问题 大家的眼睛是血亮的 当老师说完这句话后 台下响起的一片掌声 就足以证明了一切 所以作为一个男人 一定要敢于承认错误 正是自己的问题 才能让人尊敬你 反之则像过街老鼠一般 人见人嘛 当然 这种没有爱的感情 最后的结局也可想而知 女生经历了这次的惨痛教训 如大梦初醒一般 决然选择离开 而被老师们痛骂的男生 也没脸再出来 所以这样的结局 对彼此都是最好的选择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屏幕前的你 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